欢迎回来主带关心 农业部农粮属为了让国产优质香蕉 与香蕉多元加工产业 触及更多不同族群消费者 特别与富邦汉将棒球队合作 17号晚间在新北市新庄棒球场 举办国产香蕉品牌日活动 农业部次长胡忠一也清理现场 你好 这个是台湾的香蕉跟香蕉饼干 农业部次长胡忠一亲自发送 国产香蕉和绿香蕉薯条饼干组合 给进场的球迷享用 特色小点心成为球场新焦点 农业部农粮属为了推广国产香蕉 特别和富邦汉将棒球队合作 17日晚间在新北新庄棒球场 举办国产香蕉品牌日活动 除了球迷们有小精细 同时也为富邦汉将球队准备300根香蕉 让大家在赛事期间可以随时补充营养 因为香蕉它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的能量 可以增加 第二个它这个饱足感 那第三个因为它富含抗性淀粉 还有富含钾铝质 还有富含膳食纤维 农粮属今年辅导香蕉行销通路多元发展 不管在超商 量饭店 电商平台等通路 都能轻松便利购买到国产香蕉制品 这次透过棒球活动 要将国产香蕉的美味更加传播出去 这样做不到